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2日 这是今天制作的最后一个节目了 做完之后就休息了 来看看万维网 刚刚发表了大纪元的一篇文章 这是周小辉写的 这篇文章讲东德垮台前的一幕 在线中国 确实是 他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君不正降到国外 现在纷纷的认出去 他讲近日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 和一张图片 说的是在巴拿马的一个难民营 有很多中国人正坐车前往哥斯达利亚 而他们最终的目的是 以非法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 图片显示 则有几十名中国基督徒 到达了美国德州 这个已经报道了 自由亚人电台报道了 这个是一个教会 地下教会在深圳 根据美国官方消息 从去年开始 自南美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 巨增 这种现象引起了美国媒体的注意 这的确是 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这里面讲到了 举了个例子 讲到了一个典型 那么也讲到了一些数字 就是过去 曾经的一些数字 他讲到根据联合国难民组织统计 2012年的约有11.7万人逃离中国 前往世界各地寻求政治庇护 这个数字呢 比2012年底的1.5万增加了7倍 你看 这证明习近平领导下 这个确实是没有搞好 别看他自己催 说是华尔街日报报道 正是22年的10月之间 被美国边境 接受非法入境的4710名中国公民投案 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2倍 是12倍 对吧 你看 就证明在他同时下的10年 人们非常的失望到绝望 这里也讲到了 根据以前的统计数字 在历史上成功有多次的 就是逃离朝 大陆建政以来 一共是40 逃港朝 57年 62年 72年 79年 逃港朝各个阶层都有 主要来自于广东 湖南 湖北 江西 广西 12个省市 62个市县 说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呢 逃港朝就减少了 这说明你搞好人就不跑了 对不对 很简单 这说明习近平领导下呀 中国老百姓过得苦啊 所以他才要跑出去讨生活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啊 移民检查的量啊 搜索检查量啊 前三名是上海广东移民的国家的搜索 最多的是前三名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 而国际移民公司的咨询也暴增 他这里举了很多的例子啊 他说这个关于移民这个啊 就是这个搜索 现在已经热到了不能再热的程度了 也就是什么呢 各大搜寻平台上 关于移民的搜寻次数暴增 微信指数增加了四倍多 搜索量达到了五千万次 百度关于移民加拿大条件的搜索 我冲到第一名 环比上涨百分之多少 二八十六啊 我的天 二千八百四十六 出国哪里好的搜索量 GDR增加二千四百五十五 能跑都跑了 可见这个习近平政权不得人心啊 但是他每天都在下垂啊 这里就引用这个故事 就讲到比对了这个八九年 这个十月九号 就玻璃墙宣布开放那个晚上 有十万民众从墙东涌向墙西啊 这堪称是奔向自由的胜利大逃亡 随后东西这个统一的啊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这种现象 预示着什么中共即将夸台 这确实是这样的 不请你等我看吧 别看现在新一平一言九鼎 好像很高大上 随时夸掉了啊 夸掉会讲很惨烈啊 这里讲到了啊 这个1963年 美国总统肯定已经在 玻璃墙边发表演讲 谴责了东德政府对人民 禁锢的做法 其中提到啊 自由有许多困难 民主也非完美 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 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边 不准离开我们啊 他最后呼吁呢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只要一个人被农历 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啊 当所有人都自由了 那时候我们便能期待这天到来 在和平与希望的光辉中 这座城市获得统一啊 这个国家获得统一 欧洲大陆获得统一 到现在为止 大陆老百姓 其实还是没有自于我 对不对 这是一条消息 也就和这个消息 似乎是对应的 今天看到万一样 另一条消息 讲什么呢 针对中共 美国国土安全部 突然出手了 看看怎么出手了 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个部长啊 叫马修卡斯 4月21号 在华盛顿表示呢 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 特别严重的威胁 威胁就抓间谍 那两个电阶不就对人威胁 红色意识形态渗透 搞统战啊 说在马卡 马马约卡 卡斯的首次有关 这个国土安全状态 的演讲当中 他宣布两项举措 一个是什么 展开全部门的90天 从次 从次在国内 就叫大概 90天大概 人家叫从次 对抗来自中共的 多方面威胁 包括什么 识别来自中共方面的 非法理性质 你看 他把这些全列为 非法入境 旅行者了 就下一步 你要认出来 特别难了 说同时设立 美国有史来第一个 人工智能工作所 那么美国资金报道说 马卡 马约卡斯 二十一号发表 自商人以来 首次有关国土 安全状态的演讲 像中俄这样的国家 拥挤了以规则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 北京正在利用 其国家权力的 每一个工具 来做这一点 从中共在南中海 咄咄逼人的存在 到用来骚扰和恐吓 持不同政见者的海外警察局 美国民用 关键基础设施 面临破坏性的网络攻击和风险 你看 但是概括都准确 这是美国国土支援部的官员讲的 很具有权威性 他说为了防范 中共多方面威胁 他就宣布 国土安全部进行90天 从此 一个关键领域 涉及保护美国的 关键基础设施 不受中共的攻击 另一个评估领域 将涉及美国如何 筛查和审核 分别来自 识别来自中共方面的 非法入侵者 因为 反正入侵都说 我受到政治派 有的的确受到 有的是编故事 但是我认为 都应该给他们 因为什么 给他审核 因为他已经来了 就证明他是不满 这个中共国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要顾虑 要调查 有的军警特写 是假的 中共派出来 只要不是这个的话 你想走那么老远 这个一家人 父老邪 又颠沛流离 不容易 对不对 投奔自由 就证明他 觉得这里好才来 都应该接受 我这观点 可能这样 把大门打开太多了 将来不堪重负 完全可能了 所以这么一搞 很可能 下一步就要延了 你看这篇文章讲 此外还将在一些 关键领域采取行动 包括什么呢 咬乱 全球芬太尔尼的供应链 叫芬太尔尼海人 我有个朋友 他小孩就这个东西死掉了 防范中共的恶性 经济影响 而且这个马约卡斯还搞了个专门研究人工智能的工作组 来应对 现在目前的新形势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很给力 就拜登在下一周将见尹喜悦 尹喜悦 韩国总统要到美国去了 而且见到这次将有重大承诺 我们来看什么承诺 你看这个网上有一张图片 讲着拜登和尹喜悦 尹喜悦以前是不左不右 生化得罪中共 因为他离中共太近了 是朝鲜近来频频发射飞弹 宣传自身核武实力 引发各界对朝鲜核武器的担忧了 对此有关于套路 美总统拜登下一周将和尹喜悦见面 见面要让承诺给他 承诺什么 等会我猜猜 你看 将提出什么呢 重大承诺 确保什么韩国免遇核武 威胁 路透社报道 一名高级美国官员透露 在下周举行的峰会当中 拜登向尹喜悦提出重大步骤 张选美国震慑朝鲜核武器的承诺 我们正在与韩国积极紧密合作 采取必要措施稳定民心 和实现我们的承诺 因为金山胖 这一两天带着他老婆 还有孩子 他妹妹 就忽悠这个飞弹事实 就震慑这个南韩 南韩害怕呀 怎么办 他说逼着他投进美国的怀抱 向美国就求救 说美国的一大成就 自己就是向整个印太地区国家 提供什么核保护伞 就证明他准备给他在那布核弹了 是吧 这也让那些有能力制造核武器的国家 选择不发展核武 他这啥意思 这就只是中共和北韩 对吧 我们的核振式立场非常明确 对韩国说是铁打的场 官员表示 拜登总统将讨论一些重大的步骤 来彰显这一点 这个官员肯定也随情报系统 故意散播出来 对吧 说在面临朝鲜挑衅 俄罗斯五刀笼枪 和中国众所截止的和野心自己 要向那些美国承诺 要向那些对美国承诺 与韩国站在一起的抱拥 质疑人的表明立场 也就是拜登要稳定人心 凝聚人心 习近平叫什么叫住魂 西方不用这个词 报道提到 根据收尔机构的民调统计 64.3%的韩国人支持发尿核武 33.3%的人反对 也计52.9%的民众有信心 美国会使用核武器来捍卫 朝鲜和韩国免于朝鲜的核武攻击 他可能这次来就谈这个事 说如果南韩 北韩敢用核弹打你 哥们直接就先上 我想他应该是这样 不信你们等看着吧 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文章 因为习近平现在特别强硬啊 所以外交部这战狼各个的二教 都显得自己要勇敢 不惯毛病 到处撕咬 说这个卢撒野又撒野了 卢撒野又在我们这撒野是吧 赶跑了 现在又开始撒野了 中国驻法大使卢撒野访谈失控 舆论震惊 给大家看卢撒野就这个形象 就长得一样 你看这 卢撒野又出仇了 怎么出仇了 说是中国驻法大使卢撒野 4月21号他接受法国电视采访的时候 LCI在专访 在记者尊威下言论失控 竟然说出呢 这样的话 他说以前 前苏联国家地位没定 毛泽东杀人是八卦 等震惊法国舆论的话 尽口胡说 他说 法国外交学院呢 一个创始人 汤姆斯 叫汤姆 在这个星期天报发表文章 要求卢撒野立即公开纠正言论 敦促法国政府召见卢撒野大使 活了 你想想这个调整事来 卢撒野大使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 钻访 话题是什么 台海现状 美中冲突 俄布战争 人权 主持人呢 缓缓相扣 深深深深深步步深入 说按照法国高等院校一个教授的说法 大使先生最后陷入了死不中 让人家问了半天 回答不上来 非常尴尬 走边了 说记者提出一个问题是俄乌战争 记者问在你眼里 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吗 卢撒野讲 不一定 你看他竟讲说不一定 取决于我们如何看这个问题 没那么简单 主持人提醒卢撒野 根据国际法 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 国际法都有啊 他说 卢撒野说 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不是实质的主权国家 因为没有国家协议 来具体定位 他们的主权国家地位 记者就说一问 按照你的说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的编辑还没划定 卢撒野说 不要再狡辩 记者 经常和记者打起嘴杖 说记者不要狡辩 记者问 假如中国的土地被人截了一块 有人说不要再狡辩 卢撒野 突然停住了 举起酒杯 举起水杯猛喝 他不敢喝酒啊 公面上不能喝酒 喝水 稳定情绪 掩饰 尴尬 他乱讲啊 其实那个乌克兰 你想 中共国和他有一个协议的啊 对不对 大家想 站着合作伙伴的关系 忽悠这个乌克兰 不核武器消灰了当年 你都想这些几天的事啊 这个卢撒野没有文化呀 不知道这事 说卢撒野这份言论 引起法国的云人震惊 说法国外交学院的 创始人就汤姆斯 他表示呢 中国大使不仅否定 我们的普世价值 而且怀疑国际法 按道理讲 14个前加盟国国 联合国的成员国 竟然被中国官民地图上 一笔抹杀了 难道法国能允许说 我们的欧盟政治成员 如亚美尼亚 阿塞拜奖 格鲁基亚 摩托维亚 乌克兰 没有主权意义上的存在 我们能允许说 波伦地海国家 作为欧盟的国家 不是完整意义上国家 就是根本这常识都错了 他说中国政府至少呢 截止到目前 没有公开承认 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卢撒野此番表态 是暗自抄前 还是和北京沟通吧 我认为他肯定是沟通 才在讲 那不跟他这么乱讲 讲的麻烦天大的事 沟通了 习近平现在不就是特别的狂妄吗 小学是谁 他也不懂 是吧 无论如何 卢撒野的否定 14个前苏联共和国主权地理 引起了愤怒 立陶宛的外长 拉脱维亚外长 也立即要求 做中方做出反应 做出解释 说收回卢撒野 不要再撒野了 波伦地海三国 已经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政治学者邦达 此指出 卢撒野的谈话 意外地暴露了北京对俄乌战争的真正态度 我认为是这样的 他后边还采访了一些专家 我就不去重复了 这篇文章比较长 那么下一个部分 他就讲到什么 讲到毛泽东杀人是八卦的事 卢撒野还给毛泽东做了狡辩 替毛泽东做狡辩 这也是习近平受益的 习近平对毛泽东宠备的不得了 因为是习近平认为自己就是毛泽东 你要否定毛泽东否定他了 他说记者提到戴高廖将军 1964年和中国建交 曾在世界出现第一个非白人的势力 但是当时正是毛泽东掌权 记者说 毛泽东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之一 他流放 迫害 屠杀了数百万中国人 卢撒野急忙剿别乱听 气坏了 你这是诽谤我们领导人 每一次你采访 总是拿这些八卦来狡辩 记者抓住我方 毛泽东流毒 迫害杀害几百万中国人 你明白许多人的西方人的感情 他们认为戴高乐当时错了 今天我们与中国打交道 是不是有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马克思不就把戴高乐主义 卢撒野说 这是八卦 不公平 不正确 你念过书吗 记者问 数百万人被毛泽东杀害 你认为这是八卦 卢撒野说 每一次你问我 都在过世的八卦上剿别 记者问 习主席的家庭在文革中有受过受害者 也是受害者 不是吗 卢撒野回答 我在这里不跟你讨论八卦 他没话可讲了 这个记者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拿出这个事把他剥倒了 这篇文章讲说 汤姆斯认为 汤姆斯认为公开宣传修正主义是不能容忍的 在问及维吾尔人天安门事件时 卢撒野竟然把这些历史悲剧称之为八卦 作者认为如果法国允许公开宣传这些谣言 等于法国让中共共产集权的受害者死亡两次 你看他这话讲的是很到位很严厉 说法国高等教育科学院主持中国存在的 有一个专题讲座的教授 他应该是叫Servic 认为这一访谈展现了记者的智慧 他如何温和地引导卢撒野 说出令人不可置信的事情 把他脱入死活动 同时凸显出官僚 向卢撒野 就是话言巧语也难以自言其说的尴尬 他说故意给这个卢撒野挺难听 卢撒野表现太差了 法国战略基金学会的一个学者 他评论讲 他说主持人冷静 失踪面带微笑 让中国大使彻底崩溃了 我如果是北京政府 让他达成下一趟班级 立即回国 其实不会 因为习近平肯定受益的 习近平肯定说 别圆了巴基的 他问你什么事 你就狠狠地回击 反正 因为习近平特别恨 完全是黑社会老大这一套 他不会为这个事想小话 那么还有点时间给大家看一看 谈谈法国学者分析达里喇嘛那个视频风格 就上次达喇嘛有意思啊 这个曾经这个亲吻的小男孩 这个事现在整个还没完 舆论滔滔啊 西藏宗教领袖达喇嘛 一段被视为舌头门的 把这成为舌头门的事件 遭到网报 世界各地的藏人连日来愤怒的示威抗议 要声援这个达喇嘛 就是宝达喇嘛人特别多 有法国学者认为 参与网络攻击他喇嘛的网民 让狂热取代了反思 就是说现在分成两派 他这边文章4月22号 在巴黎的国际电视台前面 宽阔的平台上 近千名藏人聚集抗议 他们代表法 代表对他的代表 对法新社说呢 在电视台门前抗议 是为了抗议一些媒体和电视 没有尽到记者的责任 反而传播了中国的学思 就是宣传 这个意思 你就宣传不对劲 到了 抗议者除了呼吁 停止对达喇嘛的诽报 还认为这种对达喇嘛 表示的第一后面 有着北京当局的宣传和操纵 而藏人流亡政府方面 也称他们的调查 显示有亲众势力 在网络上疯传视频 操控理论 那么 意图破坏精神领讯的形象 不能容忍这个世界 在政治企图 这两派都是很严厉的斗 说在这一网络的围攻 世界怎么挑起来 就是这个视频 28号的事 网上都已经讲了 在这个印度达喇嘛 大招式的公开活动上 一个印度小男孩 想叫达喇嘛 拥抱他 抱完以后 87岁 同心未敏的这个达喇嘛 竟然给了他拥抱 还亲吻了男头 最后还竟然伸出了自己的舌头 对孩子讲 现在你能吸我的舌头吗 而现场观众都乐起来 因为大拦们爱开玩笑 结果这时闯起了 闯一个引起场风波 说视频广泛的传播 达喇嘛 因所谓舌头门 遭到猛烈的攻击了 他达喇嘛 随后向男孩和家人道歉 声明自己 尊者经常以一种天真 和俏皮的方式 和他人开玩笑 甚至在公共场合 镜头前都是这样 老小孩老小孩吧 你看那个 我都经常遇到那些老头 和我这样的 东北话讲不着调 那就是因为 即将走向坟墓了 之前就换了 翻筒的小孩 因为现在我每天 下午没啥事 就开个车 到那小店去 这里看 那里看 发生人多 就看着卖啥东西 然后也点一点 品尝品尝 不好吃有些东西 什么像阿富汗的 阿联酋的 什么傻特的 你吃吃看吧 没得吃 但是大部分都挺便宜的 几块钱 你品尝品尝 要不品尝心 想我这一辈子 来着一个省之中 想没品尝 我今天非要尝一尝 到底啥味 结果一品 实在是 味同嚼辣 也是又有一颗童心 有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 傻的怎么回事 一会儿到这 看一看 到那看 就好奇 就等于儿童心情 其实这个就 印证了 就是一个人老了 希望回到童年的时代 回到母亲的怀抱 这都不正常 是吧 就很有意思 大阿喇嘛也一样 你不要以为大阿喇是神仙 我认为他也是普通人 他也是吃喝拉扎睡 七十二女没有了 七情六欲都有了 都有 但他一直 那么大阿喇嘛 这个就精神品格 就是肯定了 但他讲那个话 我觉得 是有点 就是不是太好 按世俗来看 不是太好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表现了他的大爱 那么这边 就讲述了一些道理 就是很多人为大阿喇嘛 进行辩护 都很崇拜大阿喇嘛 他说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教授 法国藏学家罗伯 他解释 这的确是大阿喇嘛的俏皮 说藏主人当中有一个说法 叫什么 吃我的舌头 这是怎么来的 这源于儿童和他长辈之间的游戏 当前者向后者要一点钱 或者填食 要填食的时候 后者没有什么可给的 不想给的 就说 吃我的舌头 就这么讲 他是一个好像一个风俗习惯 他补充说 大阿喇嘛是 他们的希望和骄傲 这种网络操控给西藏人带来 痛苦是难以衡量 结果人知道 大阿喇嘛这人生气了 说法国马赛大学哲学社会学家 叫李奥杰 在世界报发表文章 他说 他既不是大阿喇嘛的粉丝 也不是佛教徒 但他认为 对前述视频的狂暴反弹 首先反映了网民 缺乏思辨能力 让狂热取代的反思 他对这段视频的解释 是达喇嘛以喜欢恶作剧而闻联 那么大年龄 要动恶作剧 说在他出生的安多藏区 有一个习俗 祖父母亲切地给孙子孙女 口对口喂食物 食物没有了 如果孩子还在那儿不断地要 祖父母就会伸出自己的舌头 表示什么都没了 就是这么回事 说喊道吃我的舌头 换句话讲 他说除了我的舌头 我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看为达喇嘛进行解释 就这么愿意 只有这位西藏宗教领袖 尽管他的英语说得相当好 但他用英语的字面意思是 吸我的舌头 而不是吃我的舌头 以字字查 似乎让这句话带上了性的含义 一般亲吻 那就是男女的爱的时候都往往这些懂得 这的确是这样 说在我看来 这只是反映了网民的心态 或反映了这些网民缺乏领悟能力 或者如人们通常讲的 这是一种心态错位 叫我看来也没有必要小些大作 对不对 人都已经道歉了 还要怎么样 是吧 这说明达喇嘛是 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的 说在李奥杰看来 这一段视频的病态式的疯狂 传播不仅揭示了互联网 用户缺乏反思性 而且产生了虚假信息 表面上是无意的 实际上可以被有意识操纵 因为它产生一种不可阻挡的大众效应 砸向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这样 大众的效应应当通过 不断重复相同的非语境化的表达 强加了一种不可否认性 你看叫学者一讲 就变得温柔柔柔柔 拐来拐去 其实我看达喇嘛 根本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达喇嘛经历过那么多的事 他对这些事情 他就认为不太合适 他就道歉就完事了 对不对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李奥杰举例讲说 达喇嘛喜欢调侃 这并不是第一次不正确的出场 就以前也犯过类似的小小错误 他说这位西藏中文人领性 多次表示呢 他很可能转世为金发女郎 他都讲转世 不是说来生转世的金发女郎了 换句话讲 他的转世不仅是个女人 而且是西方人 这是为了挪弄北京吗 说2019年6月达喇嘛 忍不住再次调侃 如果他的转世比他更有细地 那就更好了 假如以为这是一个带有大男子主义气息的 不合时代潮流的笑话 那是网民不太掌握这样一个政治背景 就达喇嘛多次表现过 表示过啊 在中国控制的领土上 无法找到他的转世 就中国不让他回去 因为回去 其实他回去对西藏稳定是有好处的 习近平没有这个胸怀 习近平连徐志勇丁家锡的重盘 他何况对大男子 他肯定不让他回去啊 因为一旦回去 西藏的一些书记 什么自治区主席 他怎么办 没有位置的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只能诋毁大男子 海外敌对势力 打了翻力分裂集团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出来以后 看了很多大男子的著作啊 我到那个洛杉矶 那个西来寺里边就有 他有个小书店啊 我每次去就买很多 那里就有大男子的著作 我买几本看完之后 去说些的话 太大气了 有的时候看到最后心想 这是不是咱得出家当和尚好 是吧 上传佛教 在那念经多好 在这超度 是吧 在那这个 研究研究来生啊 今生来生前生啊 那真是哲学问题 那那个藏传佛教那些 那佛教徒子在那 不是在那闲没事啊 你在那研究冥想 想一想来生会怎么样啊 这确实是了不起啊 他们看咱们觉得 这些人干什么 整天行私走路的时候 是吧 就值得吃喝玩乐 其实这个人是有灵魂的 我相信啊 人死了以后 灵魂是永恒的 这个肉体就是个臭皮囊 就火力尘土了 所以今生已经得做好事 千万别做坏事 因为我的运气特别好 我发现啊 有的时候就是 一到什么危险关键的时候 哎 他就化解了 都不用我忙 我啥原因 我终于知道了 不作恶 就所以我看 大喇嘛 那个助手 我就想 人哪 千万不能作恶 真的 好 你可以犯错误 像他这个属于 小不点小错 不太合适吧 在世俗人看来不太好 那么 其实也无伤大雅 但是像这个 这么多的专家去解释 就实在有点太繁琐了 使这个话题 使人感到很累 好 谢谢 再见 明天